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头顶的关系里面,有很多时间,我们有很多人不是关系里面 我希望我们现在没有关系的时间里面,在这些时间之处里面 大家的关系是很均匀,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希望在下半年,我们有机会,我们在旁边做这些节目 我们开始一期,我们来做这个宣招 主,我们的神为至大,祂以尊荣和威严为衣服,祂的名在全地被崇高 祂配受一切的荣耀,赞美和歌颂 我们当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们在还活的时候,当向拯救我们的神歌颂 愿我们的歌声达到祂的面前,愿祂以我们的诗歌为甘甜 主啊,我们要敬拜祢 我们下车的项目 我们下车的项目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十里导文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十里导文 天父感谢你以慈爱来保守我们 使我们能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 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们 使我们能够彼此鼓励 彼此扶持 彼此祷告 虽然今天我们无法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敬拜你 愿你使我们的心合意 使我们能够同心敬拜你和聆听你的声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的取应经文是从以备所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九节 所以你们要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唯有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公物和祭物献与神 至于云乱听一切误会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和圣族的体统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误会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 有贪心的就以敬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吸服的话 欺红 因这些是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从前你们安慰的 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借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诚实 Amen 我们的第一首诗歌 是主耶稣我爱你 所以我们因为有了主耶稣 所以我们才可以跟我们的天父 有着那密切的关系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 以祂的宝血来为我们赎罪 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感谢 给我们的主耶稣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 主耶稣我爱你 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 主耶稣我仰望你 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 主耶稣我爱你 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 主耶稣我拥有你 你留进宝树还我的生命 你留进宝树还我的生命 主耶稣我爱你 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 主耶稣我敬拜你 所有的尽头都归宝树还我的天 主耶稣我爱你 不愿意义 不愿意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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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我拥有你 主耶稣我拥有你 主我爱你 你留进宝树还我的生命 主耶稣我拥有你 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 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 主耶稣我敬拜你 所有的在美荣耀都归宝树 主耶稣我爱你 不会让你拜拜牺牲了自己 我们的相对是真的真的听我的人 我们的亚索就是亚的夜生命 和我的人一起了 我们的亚索是真的 希望大家的安静 那安静来到 那上帝的天真 那我们再说上帝 无论是 真是大水 真是大空 真是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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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大河河 上帝的观世一看过我 真是大河 还是大河 真是大河 爱我 在你大能手中 当大海满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暂时 暴风伤痛 扶你人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我领安息 在基督里 你大能手中 使我黯然心跳 当大海满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暂时 暴风伤痛 扶你人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感受祂在这个洪水当中 仍然看过我们 照顾我们 让我们安静 心里清楚之道 我灵之道 祂是我们的神 在洪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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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大能手中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暂时 暴风伤痛 扶你人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指祢是神 我的安心 在基督里 你大能 使我黯然心靠 当大海翻腾 多套汹涌 我与你暂时 暴风伤痛 扶你人作王 在洪水中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指祢是神 我要安静 指祢是神 我让我与你同意 我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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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深情 有信心的 与我们 大的值得 祂 感谢 我们的帅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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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聆听你的话语 愿你使我们烦躁不安的心 安静下来 使我们不被其他事物干扰 而只单单专注 聆听你的声音 今天的经文曲子 是歌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到二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昭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能量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解 心悲恩 感歌 送神 第十七 无论做什么 话说什么 话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遇的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第二十节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 积业为常事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耶稣 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 待人 这是神的话语 感恩归于神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 使我们的心 能够在你面前 完完全全的安静下来 让我们不听别的 只听你的声音 人们不要听不义的 只听你的声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提到了 身为基督徒 我们已经脱下了旧人 穿上了新人 所以保罗劝勉 哥罗西的基督徒也劝勉我们 就是我们要靠圣灵的力量 来致死恶行 并且我们要追求 越来越像神 所以保罗就肯 基督徒 要来借 借死了恶的行为 来 走心的行为 并且我们要追求 越来越像神 我们本身要来 追求 越来越像 像相帝 我们也提到说 我们要致死恶行 我们不是凭 自己的力量 乃是凭 圣灵 的带领 并且说 这些 致死恶行为 不是凭 是凭 圣灵 所以现在我们 来听下一场 道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已经是新人了 所以我们来听 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新人了 所以我们 带着这个理解 我们来看 我们身为一个新人 我们的属灵生活和伦理生活 应该是要一个怎样的生活 如果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的属灵生活和伦理 是否是安祖康的生活 阿罗在哥罗西书3章15节 有提醒到哥罗西的信徒说 他们在属灵的生活方面一定要有成长 保罗吩咐这些哥罗西的基督徒 要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什么叫做基督的道理呢 什么是叫做基督的道理呢 在初期教会的时期 在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形成 之前的那段时期 基督徒多数是透过口述传统 来了解耶稣基督的事迹和教导 基督徒多数是用 讲的行法 吹讲的行法来传 耶稣基督的教导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可能从使徒那边 听到了耶稣基督的事迹和教导 那么他就传给别人听 那么这些事迹 一传是传百 就变成了一种口述传统 所以就是说 比如说有耶稣的书头 有看到耶稣主的什么书情 他就将书情传给人 说给人知道 然后他说给人知道 人都一传十十传百 一传百人这样传出去 所以在当时就有很多这些 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 和他的事迹的口述的传统 所以保罗吩咐哥罗西的基督徒 要把这些 耶稣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面 所以这样关于当时 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样传出来 保罗这病毒教导 所以保罗吩咐哥罗西的基督徒 就是他们不只要 单单满足于 相信耶稣就够了 而是他们要 追求更加理解 耶稣基督的道理 所以保罗吩咐哥罗吩咐 那些基督徒说 不是单单相信耶稣 但是仍要将那些 独立兵败 而放在心里 所以哥罗西的基督徒 不能说 我信耶稣 可是当人家问他 耶稣做过什么事情 他们不知道 或者人家问他们 所以哥罗西的基督徒 都不能说 我信耶稣了 人们没意 耶稣做了 什么人说 不知 保罗吩咐哥罗吩咐 或者人家问他们说 耶稣基督教导了什么 他们不应该说 我也不知道 还是有人没意 说耶稣基督 教了什么 他们说 我不能说 我不知道 所以不只是在 个人的 属灵方面的追求 保罗也劝勉 各罗西的基督徒 要有团契的生活 所以不只是 哥罗的基督徒 保罗也 肯定的基督徒 说 有团契的生活 保罗吩咐他们 应该用 诗章 宋慈灵歌 提词教导 劝戒 及各颂神 保罗是 教导 人家会用 诗篇 宋慈的灵 灵的瓜 辟出来 加到 哥 力 所以在 属灵追求的方面 他们不应该 好像一个独立的个体 只顾着自己 他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他们身为一个新的人 他们有责任去使他们的弟兄姐妹更加了解基督 他们有责任 他们有责任劝戒他们的弟兄姐妹 同时他们也应该向弟兄姐妹们学习关于基督的道理 他们也应该听从弟兄姐妹们给他们的圈解 我们要怎样应用这些道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所以我们也要 好像保罗所讲的 要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人家就是被想到 保罗讲的 地匠基督的道理 红红乎乎 帮在人的心里 你不能说 我洗了你了 然后你就不用读圣经 或者不用了解 跟基督教有关的知识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基督的道理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读圣经 别无他法 还是人家要把基督的道理 帮到人的心里 人家会听到被讨圣经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一样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所知不多 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属灵的食物来慢慢成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洗礼班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读经的重要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洗礼班的时候 读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 如果我们没有读经的话 我们的属灵成长就会变得带致 因为在福音书主要记载了耶稣的事工以及耶稣祂的教导 我们听到有一些基督徒讲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听到基督徒说 我们会讨比较比较大 我们会觉着 我们会讨论 我们会议到有一些教导说 施比兽更为有福 我们有听到说 我们有听到说,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就要背起十字架 我们有听到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背起十字架 所以这些教导,全部都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来教的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教导了什么,做了什么,你要读福音书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可能我们做了十多年的基督徒 当然要问我们,你说你信耶稣,耶稣做过了什么事情,或者耶稣教导了什么事情 可能我们都说不出来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年了 如果我们不说,我们可能会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能会说不出 所以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追求灵命成长的方面 我们不只是一个人追求,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追求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灵命成长的病例,我们不只能保持人成长 所以我们要参加小组,并且在小组的圈子里面,与弟兄姐妹们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参加小组,就是在小组里面跟小组里面一起 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一起学习读圣经 我们一起彼此祷告 我们一起赞美神 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在小祖那边 我们都会来祈祷 设圣经 是自己的比喻的数字来 你不要以为 你做一个基督徒过后 你就是一个人自己读经 一个人祷告 不是 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有责任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一起跟我们成长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做了基督徒 我们就是各个基督徒 成长各个基督徒 设圣经 我们是否跟兄弟姊妹 都会来成长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小准的话 我们的关系亲密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 彼此劝戒 彼此教导 彼此鼓励 还是我们有这个小祖 我们就是 兄弟姊妹有亲密的关系 都会来过来 都会来成长 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讲了 身为一个新人 我们的属灵生活方面 我们要有成长 对于彼此说的童金 我们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新的人 我们不只要更加了解 耶稣基督的事迹和教导 我们也要参加小组 就是 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到成长 所以当我们讲完了属灵生活 现在我们进入伦理生活 在这个伦理的这个部分 每一个圈免我都可以用超过一篇讲章来讲 但是今天我不会一节一节这样讲 我只是会分享到 这些伦理的圈免 它们背后的原则是什么 从18到25节呢 我们看到总共有三组的伦理关系 第1组 丈夫和妻子 第2组 父母和儿女 第2组 父母和儿女 第3组 仆人和主人 第3组 仆人和主人 或使用我们今天的用词就是老板和员工之类的 或者使用我们今天的用词就是老板和员工之类的 或者使用我们的伦理就是老板和主人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身为一个新人 我们这个新人的生活 不只延伸到我们的属灵生活 而它也延伸到我们的伦理生活 我们不能说我们在教会很属灵啊 我们读很多圣经啊参加小组啊这个那个啊 不过我们回到我们的伦理生活一团糟 我们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三组伦理关系哈 它们的背后都有同样的原则 这个原则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维持一份关系是双方面的努力 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原则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来了解这个关系 当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于什么身份 然后我们拥有那个身份的时候 我们应该活出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要跟人与人交通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这个关系的生活 要对掉这个关系来做出来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就是夫妻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组就是夫妻关系 先跟大家说明我还没有结婚 先来说明呢就是说我没有教英语 我也不知道我几时会结婚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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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我能结婚 不过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都是真实的 但是我相信圣经的教导是很实的 可能我在这方面我不能解释到很仔细 可是我的祷告是圣灵会对夫妻们说话 虽然我是有限的我的解释 有可能在这方面我会说什么 但是我相信圣灵会对我们有帮助 首先保罗提到做妻子的要顺服 不如成功丢的就是说做妻子的要顺服 而做妻子的要爱妻子不可以苦待她们 做妻子的要爱妻子不可以苦待她们 做妻子的要听她的不可以抗体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那个背后的原则 就是她们如果要维持婚姻的关系的话 是双方面的努力 其中一方如果没有尽自己的责任的话 那么这个婚姻关系就会变得不健康 妻子的是要顺服,做丈夫的是要爱妻子 这个就是妻子跟丈夫她们的责任 当妻子不肯顺服丈夫她想要做家庭最大的 或者她想要说话的权利 或者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要做决定的话 那么整个家庭就会变得不健康 但是做妻子没有顺服丈夫 就是她要做最大的 她要有说话的最大的权利 她就是不要顺服她的案子 然后她要做第一大 她要有说话的权利 这个婚姻会是一个不怎么幸福的婚姻 所以 如果丈夫没有遵守她应该行的责任 她不爱妻子 她不肯承担一些她应该承担的责任的话 而导致妻子受苦 这个也会使婚姻出现问题 但是做妻子没有听她的婚姻 她没有来做妻子 应该做得直近的 打着直近的 然后她的婚姻就是很难 然后这个关系特别幸福了 当然这段经文并非给我们用来教训我们的配偶 而是用来提醒自己 当然这个经文并非给我们 我们做妻子的对方 让我们看自己的行为 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要求我们的妻子顺服前 我们是否有先去爱她们呢 人家做妻子的 来跟我们的婚姻说 求她顺服前 我们要看自己是否有偏爱人 做妻子的 当我们要求我们的丈夫爱我们之前 我们是否有先顺服她们 要做妻子的 要求我们的妻子 所以让我们成为来看 各种顺服 我们来看下一个伦理关系 就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这些人来看就是 伯母与儿女的关系 同样的 这个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背后的原则也是 双方面都需要付出 相关的这个关系 背后的关系就是 奴方便未来有付出的 做儿女的 应该要孝敬父母 做妻子的应该就是 被好景伯母 这一场道呢 我曾经在母亲节族的 我们讲过 所以今天我就不会再讲了 所以当你呢 我在Mothers Day的时候 讲过了 而做父母的呢 什么 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不应该 惹儿女的气 做父母的呢 第一条要呢 就是说 不要惹儿女的气 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呢 按照来说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惹儿女的气的意思就是 挑起他们负面的情绪 惹儿女的气 就是说 和那些人 起生的那样的情绪 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惹儿女的气呢 有什么情形 和那些人 发脾气那样呢 就是说 我们在情绪 在失控的情况之下 怒骂或者折打孩子 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身体 被控制的时候 我们来骂一个人来拍 或者我们批评我们的孩子 我们挑剔我们的孩子 或者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更好的孩子 就是更好的那些小朋友 我们就说 哇你看人家多好 你都没有比他好 这样子的判比 或者是我们偏心 或者是我们偏心 人家只要 生一样 或者是我们 心意思就是说 我们答应我们孩子 我们要做的东西 我们没有做到 或者说 人家的孩子 做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 忽略我们的孩子 我们没有 把我们的时间给他们 或是 人家没有将 人家的时间内 所以这些 全部都会 惹孩子的气 所以这准备了 是 让一个人来 借一个人的气 就是让一个人发生贴 当然 我们是要管家 我们的儿女 当然 人家是要 管家人的惊心 而当我们管家 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可能会挑起 他们负面的情绪 当我们人家 管家人的时 有时 有时 让他们去 可是这个并不是 所谓的惹儿女的气 但是 这些并不是 但这些并不是 所谓的 所以 惹儿女的气 就是因为我们 做父母 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 而导致 他们的情绪 就是导致他们 产生负面的情绪 这个才是叫做 惹儿女的气 所以 当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 要孝敬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身为父母的 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责任 所以 等人们来 看 有人人的情绪 来 后境人的事情 人们要来 先看到 人们有尽 做人人 应该做的 正经 我们来看下一组 伦理关系 就是 主仆的关系 人们接着来 看 这些伦理的关系 就是 主人和 伯仁的关系 这个也是一样 需要双方面的付出 我们先来看 做仆人 或者做员工的 我们应该要有 怎样的态度 人们来看 做伯仁的 做工人的 应该有 按照的态度 首先 我们要带着 敬畏主的心 来工作 敬畏主的心 敬畏主的心 来做工 敬畏主的心 意思就是说 我们知道 我们做工的时候 我们是做给主的 而不是做给人的 我们知道 虽然我们的老板可能不在 可是我们的主 在看着我们所做的一举一动 所以我们 其实大家如果有做过工的话 你们都可以看到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进行 经历做工 尤其是当老板不在的时候 能够偷懒就偷懒 有些就是靠着奉承老板 或者是跟老板建立关系来升职 可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身为一个新人呢 我们做工不是为老板而做 乃是为主而做 所以当我们好好做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 我们是在给主做见证 当老板不在的时候 那些偷懒的员工 看到我们身为基督徒的 仍然好好地做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见证 让他们看到基督徒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们怎样努力都好 可能老板都看不到 可是保罗告诉我们 主会赏赐我们 有可能能够偷懒 让老板看到 但是能知道上帝有看到 保罗就是这样的观看 有些人好像刚才我所说 不愿意好好做工 而只想靠不正当的手段 或者是人际关系 来博取更高职位的人 这些人呢 他们会找到报应 但是呢 就是有些人 没有用力做工 就是用无条的方法 来建立关系 来升级 这些人 会得到报应 因为我们的主 就是保罗说的 不是我说的 因为我们的主 它是不偏待人的 它是 它不是一个偏心的主 所以他可以看到人 在背后安安付出的努力 他也可以看到那些人 在外表里面 所做的封城和一些的手段 那么身为一个老板呢 我们要怎样对待我们的员工 那些人是做工 那些人是做工 虽然保罗在哥罗西书没有提到 可是他却在 《以父所书》六章九节 他有提到 他说 他说 你们做主人呢 带扑人也一样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 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不偏待人 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老板呢 或者是我们有下属的 当我们看我们的下属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神造了我们,神也造了他们 而造我们的神,祂不是一个偏心的神 人家还是做头家,人家还是看人家,为人家做工的人 人家看人家就是被人家说,相帝成做一人也是成做人 相帝没有偏心,人还是一人 法罗吩咐以父所的基督徒说 做老板的不应该,或者做主人的不应该威嚇他们的仆人 我们要怎样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就是 我们不要不合理的动不动就用我们的身份来压制员工 这边人来应用,就是说人家不要无理由这样 来用人的身份来逼迫的人 就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说要扣他们的工钱 随随便便就开除他,随随便便就动用我们的权利 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所以我讲了三段三组伦理关系 这三组伦理关系最中心的主要要点就是维持一段关系是双方面的 在伦理关系里面神不会特别偏待哪一方 他不会说做丈夫的你要一直不断的爱妻子 做妻子的哎呀你不顺服丈夫也没有关系 神不会这样 神不会说做儿女的你一定要孝顺父母 而做父母的哎呀没有关系偶尔偏心一下没有关系偶尔攀比一下没有关系 神不会这样子神是公平的 所以现在我们来用短短的时间来重讲一下我们到底学了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已经是新人了不是旧人了 我们的新人我们在灵命方面要有所成长 我们的新人在灵命方面要有所成长 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属灵的成长也是我们的责任 在我们追求更加了解耶稣的事情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很成熟都已经可以自动自发祷告 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怎样帮助他们 然后我们也提到说身为一个新人呢我们的伦理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分别为圣 所以当我们信仰耶稣过后呢我们的信仰它不但是涉及我们的属灵生活也是浸透我们的伦理生活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一样的东西是不会被我们的信仰所影响的 所以我们做了基督徒呢 我们不是说我们学龄的社会 只是说我们这些伦理的社会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伦理关系的方面呢神祂给我们的教导就是维持一段关系是要双方面的付出 所以在说到这个伦理的关系呢就是说上帝加道就是有人要有论方便的付出的 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 所以作为基督徒呢人们要做好人的本分 人的生分是什么人要做好 让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你的心意 你让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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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们能够即可目以 能够天天都读你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来祷告 来祷告 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去接触 那些在鼠林方面的成长有所挣扎的弟兄姐妹 好叫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那我们福建中文堂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时常 彼此圈结 彼此鼓励 彼此带导 主啊 我们也知道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有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你赐给我们 我们有的做父母 有的做孩子 有的做老板 有的做员工 彼此和我人 有的人是做习惯 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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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习惯 无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 维持一段关系 是要双方面的付出 无论我人的身份是什么 我必须维持这个关系 会有更新的付出 帮助我们 记得你的教导 来帮助我人 一起来教导 奉主名求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让我们来继续 来为我们的教会 来到代祷 阿爸天父 我们要将我们 槟城 威死礼堂的 附件周恩堂 来到 遥望交托在你手中 主啊 感谢你在 这一段 新冠肺炎的 四年的时期 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一直 不断地保守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今天 仍然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敬拜你 来到天明的话语 天父上帝 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惠 我们是何等的感恩 求主你 帮助我们 能够在属灵方面 能够继续地 有所追求 使我们能够 越来越像你 天父上帝 我们要在此刻 也纪念我们在 五条路的事工 主啊 我们感谢你在 这个地区 设立了你的事工 好 叫我们能够 接触在 那些地方 有需要的人 主啊 我们祈求你 能够帮助 在那个地方 服侍的人 尤其是我们的 William弟兄 我们的 惠鹏弟兄 还有我自己 还有 Auntie Christine 还有一些的同工 主啊 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 来接触这些人 主啊 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 带到这个地方 能够让更多人 相信耶稣 主啊 这个事工是你 自己设立的 主啊 求你自己来到成全 主啊 我们知道 有时候我们 闲懒 有时候我们 怠慢 我们怠惰 主啊 求你原谅我们 主啊 愿你的灵更新我们 使我们能够 在服侍你方面 使我们能够 在遵行大使命方面 我们都能够 进行经历 天父上帝 我们也要讲 有病痛的 弟兄姐妹 有病痛的子体 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主啊 我们要纪念 我们的 弟兄 Mr. ui 主啊 感谢你 以致他 让他能够 很快的康复 求主你继续 来到以致他 使他能够痊愈 主啊 我们要将 Dr. 弟兄 仰望交托 在你手中 主啊 感谢你 透过医生的手 使他的这个 石头可以拿出来 主啊 今天 主啊 他还要再去医院 继续的复尘 还有一些石头 还没有拿出来 主啊 求你 透过医生的双手 来到医治他 主啊 让他能够尽早康复 主啊 让他能够 得到健康的身体 来到继续服侍你 主啊 我们要讲 Ester的 家公 仰望交托 在你手中 主啊 求你 与他同在 主啊 在这段 艰难的时期 他 需要靠这个 使馆 来到 禁食 主啊 求你 施恩怜悯 我们要将 Ester的家婆 也仰望交托 在你手中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需要 何等的力量 来到照顾 他的丈夫 他每天 需要 从早到晚 都需要 待在医院 来照顾 他的丈夫 所以求主 你赐给他力量 主啊 在他 感觉到耗尽 感觉到 十分的疲倦 的这段时间 主啊 让你的平安 你的喜乐 成为他的力量 主啊 让 Ester的一家人 能够见证 主啊 你是一个信实的神 你是一个 有疑之大能的神 让 Mr.Pair 就是Ester的 家公 能够 好起来 主啊 我们要讲 这些有病痛的 弟兄姐妹 仰望交托 甚至你已经聆听了 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要为着 在此时此刻 跟我们一起敬拜的 弟兄姐妹来到祷告 今天我们是圣禅主了 主啊 求你 帮助我们 在领受圣禅的时候 我们能够 记念 主耶稣基督 你如何 为我们 舍了你自己 你如何 为我们献上 你自己的生命 主啊 帮助我们 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纪念你 并且在 领受 这个 杯鱼饼的时候 我们能够 保障你的恩典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是 圣禅主了 让我们来预备 行 来领受圣禅 如果你还没有 预备好 你的饼 预备的话 请你现在预备好 方便我们 在领受的时候 你可以拿到 这个饼 预备 给那些预备好 饼 给那些预备好 给那些预备好 预备好 给那些预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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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备好 让我们来听邀请文 我们的主基督 邀请所有爱他 真诚悔改 竭力与人和睦的人 来到他的餐桌前 因此让我们 在上帝面前认罪 并且彼此认罪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 以这个认罪文 来到祷告 怜悯了上帝 我们承认 我们没有 全心全意地爱你 我们没有成为 顺服的教会 我们没有 成就你的旨意 我们违反你的诫命 我们无视你的慈爱 一再叛逆你 我们没有关爱 我们的灵蛇 我们对贫困者的呼求 从而不闻 上帝啊 我们求你 饶恕我们 释放我们 使我们得以欢乐 顺从你 奉我们 主耶稣 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让我们来用 一段时间 我们向上帝 承认我们的罪 向上我们 个人认罪的祷告 请听好消息 让我们来看下一章 让我们来看下一章 基督在我们海座 罪人 为我们死 这表明上帝 何等爱我们 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你们已被饶恕了 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你已被饶恕了 荣耀归于上帝 阿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 献上了他自己 白白的 毫无保留的 献上了自己 所以让我们 也 在这个时刻 彼此交换和好 以及关爱的印记 主耶稣如何赦免了 我们的罪 我们也要赦免 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如果 你在跟家人 一起来敬拜的话 你们可以 彼此之间 做这个 和好和关爱的印记 让我们用一段时间 来想一下 有谁是我们 想要跟他们 和好的 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 让我们来如此 让我们一起来念感恩文 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你们的心当仰望主 我们的心仰望主 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 感谢赞美我主上主是应当的 无论何时何时何地 感谢 全能的父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是件欢喜的好事 也是我们所当做的 你按着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并赐予我们生命气息 即使我们叛逆 远离你 我们的爱 总有亏欠 你的爱 却永不变更 始终如意 你就是我们 脱离棍榜 又以我们立约 成为我们 至高的上帝 你也在过去 借着众先知 对我们说话 因此我们与 地上你的子民 及天上的会众 一同称颂你的名 并不停赞美主说 圣哉圣哉圣哉 全能之大的主 上帝啊 你的荣耀充满天地 和撒纳在至高处 奉上主名而来的那一位 是配得称颂的 和撒纳在至高处 在主耶稣 为我们舍弃自己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诸谢了 就掰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他又拿起杯来 诸谢了 递给门徒说 你们都要喝 这杯是我立新约的雪 为你们和众人免醉流的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因此在纪念 你在耶稣基督里 所成就的一些大功 在我们宣扬这信仰的奥秘时 我们借着赞美和感恩献上 作为圣洁的活鸡 以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祭 和为一 基督死了 基督复活了 基督要再来 上主啊 祈求你把圣灵 浇灌在我们众人当中 也浇灌在这当中的 饼与酒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好使他们成为 基督的身体和宝血 赐予我们 而我们也借着 他宝血的救赎 成为基督的身体 奉献给这世界 借着圣灵 祈求你使我们 和基督 和为一 也使我们彼此合一 并在编辑全世界的 事奉上合一 直到基督再来 得着最后的胜利 而我们也欢心 参与他天国的宴席 奉祠耶稣基督 连同在至圣 教会的圣灵 全能的父啊 一切尊贵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现在让我们 凭着上帝儿女 身份的信心 一同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祝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尽热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姐妹们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你而舍的 阿们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 来到灵受 弟兄姐妹们 这是基督的血 为你而舍的 阿们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 来到灵受 让我们来祷告 阿爸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 这饼和这杯 让我们能够 透过这个饼与杯 来纪念你给我们的爱 主啊 你毫无保留 赐下了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没有比耶稣基督 更好的基督了 没有比耶稣基督 更完美的基督了 主耶稣 是你的独生子 然而 你毫无保留的 赐给我们 每一个人 主啊 我们献上感恩 主啊 愿你 与我们同在 愿你的圣灵 加天力量给我们 当我们纪念你的时候 帮助我们 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 活出你的旨意 帮助我们 精精地跟随你 精精地遵守 你的话语 使我们所活的生活 都能够 讨你的喜悦 能够见证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次 圣灵主乐的时候 我们都有两次的风险 所以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会有两次的风险 所以当 我们在 这个礼拜 我们预备我们的风险的时候 我们预备两份 一份呢是 平时我们 给教会的 每周给的 另外一份呢是 特别 给这个 Christian Care Fund的 我们每次 我们主日所收的 第二个风险呢 都是用来给 有需要的人 所以当你写这个 风险的那个 你写在那个 信封的时候 你要写这个是 给Christian Care Fund的 当然 我们风险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是透过 网上的银行转账 另外一种就是 你可以在 办公时间 来到教会的办事处 然后把这个风险 交给行政同工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 献上感恩的祷告 并且我们来 为这些 我们将要献上的 奉献来到祷告 天父 我们 感谢你给我们的爱 主啊 你如何的爱我们 我们也要去爱别人 我们 知道我们 所拥有 物质的福气 都是从你而来的 甚至我们能够 赚钱的能力 我们能够 供应给我们 家人的能力 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活在这世上的 一切好处 没有一样 不是从你而来 所以主啊 我们要献上 忠心的感恩 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要纪念 有很多 不像我们这样 拥有许多 生活 必需品的人 有很多他们 活在缺乏当中 有很多他们 活在 一个有需要的 情况当中 所以求主 你帮助我们 在决定我们 要奉献的金额的时候 帮助我们 多想想 这些有需要的人 少想想自己 主啊 我们要将 这个奉献 两望交托 求主 你使用这些奉献 来到 扩建你的国度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 唱 三一 song 欢迎大家出席我们今天的崇拜 能够一起来到透过Zoom的方式来敬拜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每周都应该在这个主乐的时候 都应该腾出时间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聆听他的话语 在此我要谢谢我们的侍奉人员在主里的付出 我们的领师西外弟兄 我们的读经员嘎兴弟兄 还有在背后默默付出的IT成员 控制这个换灯片的惠鹏弟兄 还有苏阳弟兄是做后事 我们在主里都要感谢他们 同样的我们的教会每周都会有祷告会 一个是给教会的祷告会是以英文进行的 是在周六早上八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次付建堂主的崇拜之前 我们都会花一点时间来到祷告 我想呼吁众弟兄姐妹 就如往常这几个星期 我都不断的在呼吁 我们要来到聚集一起祷告 尤其是我们有侍奉的 在当周我们有侍奉的 我们更要来祷告 为我们的崇拜祷告 为我们教会的事工来到祷告 OK 第四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 就是我们冰城卫士礼堂的实体崇拜 将在八月二日就是第一个祖热 我们会重新开始 那么我们崇拜进行方式将会遵守卫生部 还有我们冰城州州政府的SOP 就是这个标准程序 所以我们来到的时候会跟往常有点不一样 可能以前你来教会的时候 可以直接进入这个礼拜堂 可是现在呢 你进入礼拜堂之前呢 你需要测量你的温度啊 你需要记录你的资料啊 还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都不一样 所以不过先通知大家先 所以使我们有预备心 好还有这个第五个报告 就是讲到我们冰城卫士礼堂 注册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 那么我们有什么教会最新的消息呢 我们都会透过这个手机号码来发送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更新了你的手机号码 而你还没有告诉办公处的话 那么请你通知办公处 使他能够拿到我们最新的号码 使他发消息的时候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收得到 好让我们来一起唱结束诗歌 有人来唱这个Gapway的诗歌 做主的门道 这就是希望大家爱做的就是 做主的门道 让我祝亚索来看我人的手 来做一个门道 作诗歌 求你回我来开路 一步过一步 对你的踩步 不走陌陌落坎坷 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买找你的梦堂 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买找你的梦堂 看我的手 主耶稣 求你不想感动 我买我的心 过我的脚步 中心滚对你哄哄 看我的手 主耶稣 求你回我来开路 一步过一步 对你的踩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透过你的圣灵来赐力量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做光做盐 主啊 让我们属灵生活都有所成长 主啊 让我们能够与弟兄姐妹们一同追求 能够更加认识你 能够追求能够在主耶稣里面成长 又求主你保守我们 在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都能够秉行我们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是什么 并且我们遵守我们所当做的事情 所当做的责任 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感动及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崇拜今天结束了 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和音乐 我们一起来到团契 I'm setting Hello David your line is not that good David 这个我的 arrow down key 我的 arrow down key 不能够用去 就是用猫 用猫比较很sensitive I see 我的那个powerpoint也是这样子 我不能用 arrow key来控制 然后靠我的猫来scroll 所以就用猫 用猫比较sensitive 它不是 arrow key 不能它是因为我们是cohost 有东西刷牌的时候 你要 它会jam掉你 上次我还是有jam掉 那个key的 Aro down Aro down不能够用气的当时 Hello hello Nolly Hello everyone Hello Nolly Hello Hello Uncle Ui Hello Uncle Bobb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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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 Choi Kuih galeo la kuih galeo Video kuih galeo Kuih galeo Kuih galeo Kuih galeo video Kuih galeo Hey Ataak Waah Hello 消arently Wow meille CESS subir INFORM 飞 S求 好,感謝主 感謝主,你好 你講背後的職位嗎? 背後? 背後的職位嗎? 背後的職位 八後 八後,OK 祈禱給我, Pastor Li 一定會,我們全部都會祈禱給你 謝謝 沒有問題 現在電話很熱 你好 我替你 , 目黑地 pastors。 , 你不忘你受哭了。 , 我不知道, 你不定, 你不可以咆哭。 , 我不知道为何卓库 ? , 我不猜拼了。